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彼此的第一段婚姻 但跟你在一起 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甜蜜 到头来 你竟然还思念着你的前妻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妻子 我们已经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好像永远都不相信我 你真的在乎我吗 为别人考虑 对别人慷慨 面对我跟孩子 却总是沉默 这是你和我的家 不是吗 你总是很忙 每天宁愿对着屏幕讲话 也不愿意对着我 你真的重视这个家庭吗 停下来吧 看看我和孩子 孩子跟我陌生了 我只想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难道也是我的错吗 过去的早已经过去了 我心里只有你 没有别人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一起好好过 请你不要再想这些了 好吗 有请对队夫妻 有请 男嘉宾白先生 33岁来自天津个体 女嘉宾沁女士 31岁来自河南 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33岁 对 33 再婚 再婚 第一段婚姻有一儿一女 对 已经离婚挺长时间了 哦 俩孩子 您也是 对 在第一段婚姻里有孩子吗 没有 没有 你们俩之间有孩子吗 有一个 有一个 多大了 六岁 今天是您想来的是吧 对 来这干嘛呢 就是我老公他这个前妻 现在总是缠着我老公 现在把我们家搅得已经快散了 他也没缠着我 怎么说 他就是 就是我老婆是感觉他缠着我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缠着我 哦 我们两个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说 说实话已经没啥感情了 那只不过就是 呃 也是初中同学嘛 然后离得也不算太远 可能见面的机会会稍微多一点 真的没有啥 我前妻总是缠着我这时候 没有的事 所以你怎么会感觉他前妻缠着他呢 就是我老公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 不是有两个孩子吗 啊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当时这个女孩是归他前妻的 然后这个男孩呢 是跟着我老公 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既然已经离婚了 两个孩子也是一人一个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啊 那两个孩子一人一个 那谁都不给谁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老公 他给他前妻每个月 还有一千块钱的这个抚养费 但是他前妻不给他 那当时我们两个本身 我跟我前妻以前也就一直经营着这个店 经营着一个小店嘛 嗯 前几年不那个直播刚活下来嘛 活下来他总是玩直播 然后也是不顾家 总吵架吵架 然后店里他也不顾 然后离婚的 基本上他就属于精神出户嘛 然后他啥也没有 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干起来的那个店 然后到时候他啥也没要 然后他带了一个孩子走了 我有固定收入 还有这个店呢是不是 那我每个月给这一千块钱 这也很正常 我讲反正是给孩子的钱 对啊 给闺女的钱 不管是给他的还是给孩子的 最近马上这店也是我们两个做下来的嘛 行 这一千就不说了 那哪有后来又莫名其妙要涨价的 现在又要求让我老公 一个月给他涨一千 也就是一个月还得给他两千块钱 那一千块钱呀 也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说的吧 那也不是说给我前妻的 那是我闺女也十多岁了 也懂事也知道臭美了 也有点想买的东西 而且我前妻现在也没有结婚 然后生活条件也不是挺好的 然后我也不想让我闺女 那么生活比较有负担嘛 然后我那钱是给孩子的 想让孩子更宽裕一点 我在意的 不是说一个月给一千 还是给两千的事 我在意的是他这个态度 我跟他才是夫妻 我们俩是合法的领证的 你一个月多给一千块钱 你为啥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你把我当什么 我在你心里边就一点地位都没有吗 是是是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吗 是是是 如果不是说我偷偷看到手机看见了 你还想忙我多长时间 忙一年 忙十年 还是忙一辈子 我要跟你说你能同意的了吗 你肯定不同意 而且你回来还得跟我大吵大吵 你明知道给了以后我会生气 那你最后还是给了 是不是说明我在你心里边根本就不重要 这根本跟你重要根本都没关系 你知道吗 你给他那边一个月给两千 咱们这边也两个孩子呢 一个月给我四千 他工资归谁管 我们俩的工夫 我碰不着 自己管自己的吗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 家里边这些开销都是我在承担 我每次我找他要钱的时候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推三组四的 要三四次才能给我一次 每次还得问我 上次给你那么多钱 你都花哪了 那你前期找你要的时候 上嘴皮一碰下嘴皮 一个月要 一个月要涨一千块钱 你是不是立马就答应了 你前期在你这说话就这么好使呢 他的话是胜值 我的话就是废值 你每个月挣的工资 交不交给老婆过日子 这个东西也没说啥工资不工资 因为我那种小店 也没有那么清楚的账 因为有的时候 你每个月给不给他钱 没有说按时给他钱的 那就是说不是固定给人钱呗 对 但是家里孩子上学 上辅导班 然后买点 就是会中点东西啥的 所以你们夫妻之间的账目 是个怎么个情况啊 没有账目 哪有啥账 没账 家里面的生活费你也出 对啊 孩子上学的钱都是你花 但是你没有固定给他交过钱 对 他问你要钱就给他 有时候给 是不是这样 不给 我问他要 不一定给 那你自己挣钱吗 我自己现在也挣 他那钱都不知道 咋瞎花的 没事天天的网购 有时候那快递箱子 就能门口能堆一堆纸箱 我那叫瞎花吗 有用的没用的 都没有用的东西 我那叫瞎花吗 我买点东西怎么了 我不也是为家里边添东西吗 那你前妻找你要一个月多加一千块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些话呢 所以其实说白了是你们的经济不透明 对吧 你挣多少钱他不知道 是吧 他挣多少钱你也不知道 是还是不是 差不多吧 还有一个就是 他前妻自打跟他离婚以后吧 已经又找了两个了 他第一次再婚的时候 不到半年又离婚了 但是他前妻第二次再婚的时候 按理来说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了 你自己应该特别慎重你才去结婚 对不对 但是他第三段婚姻又是不到半年又离婚了 不是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对啊 这事天天跟我说这个 不是你可别说啥关系 你长点心吧 你说这干嘛呀 我说是个外人 你说这行吗 不确实他跟我也这么说呀 那跟咱没关系啊 关键是他前妻 他前妻两次再婚又离婚以后 又开始盯上我老公了 他现在是觉得我老公又好了 又想重新转意了 以前你们两个多长时间联系一次 多长时间见一次面 现在呢 恨不得一个月能见上八回 那他现在没老公了 他没事他想多看看孩子来 那是看孩子来 跟我根本都没关系 他又不是来看我 他看孩子 你把孩子给他送过去 他还有儿子的儿子在这吗 你把孩子给他送过去 你就走啊 你为什么又留在那呢 那不还有个我女儿呢 我也看看他呀 我看不是孩子想看亲妈吧 是你想看孩子亲妈 他前妻只要一给他打电话 他就又是刮胡子 又是换衣服的 巴巴地就跑过去了 你跟我咋没有这个劲呢 我 我是干餐饮的 今天在厨房 你说我一身油 我出趟门 我能我穿着围裙啊 买身油我都去吗 那不可能啊 我出去那我孩子也丢脸是不是 那你们一家四口 团团圆圆的 待上一天半天的 又叫什么事啊 哪来的一家四口啊 你们快成一家四口了 老大是儿子还是闺女 老大是闺女 老二是儿子 对 儿子多大呀 儿子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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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小就跟着您了 对 应该跟你很亲对吧 以前很亲 啥时候开始不亲了 我的妈呀 自打她亲妈找回来以后 有多久啊 得有三四个月了 哦 这个 以前其实没什么联系是吧 就这三四个月亲妈出现了是吧 对 以前吧 虽然说我是一个后妈 但是我也是把这个孩子 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的 以前她对我也是特别亲 特别黏着我 虽然说不喊我妈妈 但也是阿姨长阿姨短的跟着我 自打她亲妈回来以后吧 每次从她亲妈那儿回来以后 对着我就是大发脾气 我让她干啥她就骗不干 我让她吃饭她就骗不吃 让她写作业就骗不写 上次你知道从她亲妈那儿回来 跟我说什么吗 她跟我说 我妈说了 你是后妈 你不会对我好的 我有自己的亲妈 我不要你这个后妈 哎呦 这好伤人哦 十岁的孩子 她自己如果没人教的话 她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那我不知道 你前妻教孩子这样的话 是什么意思 那还是你对孩子没有那么好 你要对她好点 她治愈天儿去找她亲妈吗 我怎么对她不好了 正好她妈来这近三四个月 不知道家的啥工作 天天孩子一放学 她就玩手机 周六日她也玩手机 根本都不出门啊 孩子想出去玩去 下雪想划个雪 那不可能 根本不去 我那是玩手机吗 我那是工作 我在赚钱 啥工作呀 也算是个兼职 因为我这个情况 家里边有孩子嘛 我没法离开家 我那个兼职就是 做那个主播的线上助理 主播开播的时候 我帮他管理一下 这个直播间 孩子上学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是吧 孩子放学之后 你多陪陪孩子 那我赚别人的钱 人家给我发工资 人家几点开播 那是我说了算吗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三个月 他对你儿子就慢待了是吧 对啊 那回来那我孩子 找不了他去玩 那肯定更想找他亲妈去 还有什么蛛丝马迹 还有他们一家四口 每次团聚的时候 你说不光吃饭 还去看电影 你们两个大人 你还搞那个小情侣 玩浪漫呢 干嘛呢 那不孩子想去看电影吗 又不是我们想去看电影 每次都拿孩子 当打尖牌 那孩子想去我能不去吗 你要是周六日 带他看电影去 他能找他亲妈去吗 孩子这么大了 那还是跟你 带他时间长 我好奇地问一句 有这时间去跟前妻看电影 为啥没有时间 陪着老婆和 他忙啊 他周六日 孩子放学 周六日 他最忙了 他挣那几毛钱 你说 他也不缺那点钱花吧 我怎么没有时间呀 一到周六 你前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打过来以后 你立马就走了 我周六周日 白天我也是有时间的 我也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 但是你已经带着你的儿子 你前妻带着他的女儿 你们一家四口团聚去了 就把我放在那个角落里了 就是因为你想多赚那几毛钱 那点钱不够花吗 你说 你平时不也就在家里 就买点水果啥的吗 大钱你也花不着 你要是把家里边的钱 交给我保管 我至于再去干这个兼职吗 你别跟我提水果 一提水果我跟来起 主持人就过年 大年初二 该回娘家的时候 女婿回丈母娘家 正常 结果他呢 一大早上又买水果 又买点心 又买烟 又买酒的 带着孩子去了 他前丈母娘家 这是为啥啊 我就想问问 小心眼 你是谁家的女婿 那你说 那孩子 大年初二 想去他亲妈亲姥姥家那 而且不远 我是是初中同学 不远你知道吗 我大早上 带着孩子上去亲妈那 我不得拿点东西吗 空手去好像不合适吧 再说我也没在那待着 我到那 把孩子送那去 然后回来 我不就去你那吃饭了吗 是 到我家的时候 我们饭已经吃一半了 行 听明白了 所以你今天来想干嘛 毕竟咱俩也过这么多年了 还有一个女儿 我就想着 让我老公跟她前妻 就是 以后尽量别再联系 也别再见面 哎呀 那都不可能你知道吗 你说这么远 而且还有孩子呢 我不可能一点不见面 是不 那都 说的太极端了 那都 我问你几个问题 都不正常 你说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复婚 是还是不是 对 我肯定不复婚 你对你现在的妻子 还有感情吗 有 确定吗 确定 第三个问题是 肯定不想复婚 对妻子有感情 为什么她那么抱怨 你想过吗 女的呀 小心眼 你知道吗 根本都没有的事 自己构想 自己特别会构想 根本都没有的事 有时候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 在这么抱怨的前提下 你还振振有词 你觉得你的问题出在哪呢 第五个问题是 结婚八年 夫妻双方 不知道彼此的收入 你觉得正常吗 这有啥不正常的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的收入是多少 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她是有要求的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前妻 回来这三四个月 家里面会弄成了这样 你作为一个家里的男主人 没有责任吗 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你不能以这种 生硬的态度去指责她 我也没啥责任 我叫她 你说我哪做错了 她这个状态 就是你做错了 我关键知道 她一个状态 我做错了 对啊 具体哪做了 我不知道啊 具体处处错呀 人家说得很对呀 把儿子送回前丈夫娘家 就应该走啊 避嫌呀 明明知道妻子 对这个别扭 为什么还在一起看电影 你可以亏欠 你觉得我亏欠姑娘了 我去陪她 这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拿这个当借口 还没错呢 怎么叫错了 那我就问你 如果那个儿子是他带来的 养了六年 突然他前夫来了 天天这儿子见前夫 看你横挑鼻子竖挑眼 你心里舒服吗 我就问你 舒不舒服 我要多陪陪孩子 也不都没事了吗 我现在就问你啊 怎么没多陪啊 不就三四个月没陪吗 过去没陪吗 这三四个月 那我的真心都为了狗啦 孩子不懂事 大人不懂事吗 六年和三四个月怎么比 当然我们知道 血脉压制 血亲在那儿了 没办法 但是你要这么说他 你说不是 你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 那孩子 我是讲理的 我咋不讲理啊 你讲什么理了 你给人四千块钱一个月 人家可以不干那个了呀 没问题啊 你没有给他 他足够的东西嘛 我提那几个问题 你好好琢磨琢磨 看看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们请老师们 帮你们梳理一下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黄红兄 我当然认为 你不曾在做 对前妻念念不忘 也不曾在做 心中死中装作前妻 但是 他和前妻之间 现在确实 出现了一种 没有了断的迹象 我也坚信 你没有想和前妻复合的念头 但是你敢保证 你前妻没有想和你复合的想法吗 你们现在两个人 很显然 您是把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工资是牢牢抓在手里的 在他的心目当中更加失落 这就是一种不信任嘛 女人是要安全感的呀 此刻他是危机重重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您需要反思 您现在需要的 如果认定这个男人 您还想挣扎努力的话 您要打响两场赚 一场是丈夫争夺战 还有一场婚姻保卫战 谢谢 谢谢于老师 来文老师 大哥 您这是真的是有点 就是太没边界感了 真的 就是婚姻里面 就是我们且不说婚姻 我们说两性关系里面 也是需要边界感的 你不要给对方 去释放任何的可能性 他能够现在 让您的妻子感觉到了 有这么强的威胁性 是因为你释放了可能性 你释放可能性的源头 可能是因为你说 出于孩子或者怎么样 你会在考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已经曾经离开你的人 正在伤害一个 一直陪伴你的人 你这样去算一笔 让你不觉得特别不划算吗 他对你的孩子 做得很好 很到位了 但是你却会利用说 是因为我的孩子的想法 我和别人的孩子的想法 然后去做了 伤害他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想法 才导致他和你的孩子 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呢 你应该是要去帮助他 跟他一起想办法 去解决 你们现在家庭中 出现的问题 因为你过去的那个家庭 你是过去式了 不要让其他任何一切 不稳定的因素 来影响到你们 现在这个稳定的支撑 因为你们之间 还有一个孩子 这是现在进行时 不要用过去的错误 来惩罚当下的自己 或者未来 这是我想说的 谢谢 谢谢文老师 曲总 你是几个孩子的父亲 三个 三个孩子的父亲 你真是有一笔糊涂长 你现在应该是最需要 一个人帮你的 对不对 是 你觉得如果做一个选择的话 你是想让前妻帮你 还是让现在的妻子帮你 你觉得他们俩谁能够帮到你 肯定是想让现在的妻子帮我 当初为什么离婚 就是因为他不顾家 然后他去做直播做啥的 你是不是现在发现 好像 对 他有这方面的 要重导付出 好像有那方面的原因 你有跟他谈过吗 特别反感这个职业 你有跟他谈过吗 谈管什么用 谈管什么用 没用 所以怎么样 所以逃避 所以此时把前妻搬出来 你知道好歹的 但是现在你解决不了眼前 这个矛盾 什么矛盾呢 现在妻子也 不太关注家了 也在做直播了 因此呢 好你这样吧 我就冷落你 正好前妻出来了 我跟他加强沟通 让你慌 让你退步 让你放弃 现在的工作 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拜托 这是在逃避问题 非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还制造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你真是一笔糊涂账 妻子 不要去责惯孩子 孩子 在父母分离的时候 他是一个不情愿的 一个追随者 没有人问过他们的 自己的想法 对吧 孩子很简单 但是千万不要 忽视矛盾的根源在哪 不在孩子 在于他 用一个正当的方式 解决你们现在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工作和家庭 要雇哪个 对不对 的确我们现在是不是忽略了 家庭每一个成员的感受 好好聊聊吧 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杨老师 我倒觉得 这个男生 还就是想和前妻 有点什么 你倒不是说 第一句话 树立边界意识 不要以孩子之名 跟前妻交往过密 是密了点吧 最近是 接触多了一点 好 不说了 第二句话 为了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 和三个孩子 您得把自己饭店的账 盘清楚 这就是咱们老说的 再婚家庭的核心问题之一 财务透明 做到财务透明 对吧 尽量 第三 其实也很关键 第三个关键在什么呢 现在的妻子 就是意见很大了 你要快速地安抚 具体的招数是什么 老师们都教了 我就不说了 还有一点 该认错的认错 这三个月 你确实做得不好 该给妻子道歉的 要道歉 好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192 就要爱 真情60秒 老婆 这个账 现在 你前期的所作所为 我感觉 他就是在向我宣战 他就是想让我看到 他在你那儿有多么重要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 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太多 你总是下意识地 在维护你的前妻 我跟我前妻真的没事 请回吧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冯红兄 其实 卢赵全老师说的 这个丈夫只要明白 他们现在的婚姻危机 就是他人为一手打造的 他就明白自己怎么做了 但是两个人 今天在这个现场 还是会双出的 冯老师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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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赶紧出来 我觉得他们俩挺好的 就是 现在他们俩要一起 一起打赢这场爱情保卫战 要打架了是吗 来 曲总 肯定双出的 我提醒男生 一定不能糊涂 因为如果你现在 因为现在不易 开始拼命回忆 以前那点美好 那你可就 算了一笔糊涂账 哎呀 年老师 作为前夫前妻 边界感都太差了 我建议这段时间 他真得做到远离前妻 以后 等平息着家庭纷争 你再说 这是孩子的妈 我们应该怎样去 接触 好 双出 行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明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自从女儿出嫁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 曾经勤劳干净的你 现在懒惰 邋遢 曾经温柔贤惠的你 现在暴躁 易怒 花钱大手大脚 之前的你 去哪人 没有人是永远完美的 之前 我万般小心 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 稳定 你工作忙 女儿还没长大 坐闲内住是很累的 你知道吗 你的人生 定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 今天你要买车 明天又要换房 又要全方位的管控我 多少积蓄 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你知道的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我为这个家的打算 你看不到吗 多少打算 我要等多少时机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很幸福 但有点平淡了 有请地队夫妻 有请 男嘉宾余先生 58岁来自吉林职员 女嘉宾张女士 54岁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多少年 30多年了 30多年 从来没想过妻子会这样的 是吧 对 没想到 你没想到她是这样 你是害怕了呢 还是 是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我没有感觉到 我有什么变化呀 是她的感觉 我变化 好好好 妻子还说没感觉呢 那您说说 怎么感觉她变呢 自从我们孩子结婚以后 这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咋不一样呢 现在家务活几乎是不干了 而且变得拉的 不像以前那么利索 怎么会呢 你们就看我这样 我想邋遢人吗 不像 我怎么就邋遢了呢 回家以后啊 就是经常就是 衣服进入以后 随便就衣了 我就是家务她不干以后 就我就捡起来了 家务都是我干 收拾屋子 做饭 都是我的事 她呢 就回来以后 就往那一蹬 所以我还得给她收拾 哎呀 人家孩子结婚了嘛 这一战到点了 歇歇也正常 您多干点有啥好抱怨呢 是吧 你看看 对呗 我也是那么想的 你说孩子都已经结婚了 咱们家里边就咱们两个人 你就是使劲干 能有什么活 我收拾屋子也行 我多干点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造活屋子 我收拾干净的 她怎么活活 有时候是隔三差五的 光外捡东西 捡垃圾 就是别人扔的东西 她捡回来 怎么有可能 哎呀 我记得有一次 你说我捡一束花回来 我呢 第二天就把它扔出去 什么花啊 盆栽还是什么呀 就是盆栽 第二天我就扔了 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她又给捡回来了 放在鱼缸里 哎呀 就让我非常省心 是 我属实是捡的 但是那花它还活着呢 我就心思 丑着焦虑的 你说它也是一个小生命 我捡回来 我也算是说得救它一命 那你说放你的鱼缸里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我没跟你打招呼吗 我说的如果明天 我再捡个花盆 或者是我抄谁 再要一个花盆 我明天我再拿回来 一个花盆 我不就把这个花摘里了吗 你就一宿你都容不了它吗 你把花扔到鱼缸里 你知道对鱼有什么影响吗 我是精心刺鱼鱼 没关系 我要泡养养鱼 懂了 除了捡花还捡什么呀 哎呀 有时候格外的 不知道拿回来什么旧衣服 还是什么衣服 回来就开始 哎呀 踩呀捡哪 脚的 把衣服整的 乱七八糟的 感觉是七九八怪那种感觉 完了还让我试 让我穿 我是干啥的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呢 不是你是干啥的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 这上面写的个体 您是做服装生意的 对我是个体做服装的 就是有的时候吧 就是我看就是 我看服装啊 不管是看什么东西啊 我就总有我自己的思维 那怎么能是捡的衣服呢 那都是在咱家货品里边挑出来 有的就是带点小瑕疵了 有的带点什么什么 就是不好的东西 咱们不能说的糊弄顾客 就是不能销售的东西 我就嫌疼了也白瞎了 然后拿到家以后呢 有的我也不能穿 有的他也不能穿 然后我就脚不脚吧 毁不毁吧 那谁能穿谁就穿呗 那不也属于非无利用吗 等于重新剪裁 对重新设计 用我自己的思维 我重新剪裁 重新去设计 然后重新去做这个东西 今天有这个 有带这个来吗 带了带了 这件衣服是一个大T恤 是我家姑爷子的一个大T恤 我就把这个领子都搅下去了 完了把这个袖子也搅下去了 完了坐地不等式 然后底下夏天配一个大扣腿那样 是在搭短裤 我认为很漂亮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服装真的不适合一个 58岁的男人穿 我感觉这服装挺适合我 对 你28岁可以 58岁不行 我试吧 我觉得也适合曲总 这是总是旧衣服了吧 这个也不是旧衣服 他所有的衬衫 我都喜欢把他这个领子搅下去 我不喜欢他穿翻领的那样的衬衫 我感觉他的这个脖子 这个位置穿立领的会比较时尚 然后我就把他所有的衬衫 这个领子都搅下去 这一件可以 不是 这个不是 这件衣服我一看就是女士的 这个不是他的 这个是我的 其实我的理念 就是我希望说得有人能理解我 他都不理解我 这条裙子是我过年的时候 新买的一套套裙 然后就是在那个走路的时候 就是坐那个扶梯的时候 底下这块就搅了 搅了完了我认为 对 这一块拼接的 对 我就认为 就是扔了挺可惜的 然后我就把那个下边 我就手工拼接了一块 拼接完了以后 我觉着说得不协调 往我上面又搭了一下 这是对称的 对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对啊 真挺好看的 就是还有好多好多 我家里边我基本上 我所有穿的衣服 我全都是重新 哪怕这新衣服 我也会处理一下 我再穿 我不会和别人穿的一样 明白了 我是那个感觉 就是您是要追求美的 是吧 就是我 追求设计 在创作 对 我是喜欢这样的 再者说了 就是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这是我的喜欢 是有的时候 我是弄完了以后 然后的话 我是我让你试试 那我有的时候 我只不过让你试试 你就是 有时候你不也强迫我穿吗 要非得让我穿出去 我感觉我就 我感觉穿不出去 所以这个所谓的 捡回来的衣服 重新的拼接 是在您家的货里面的 瑕疵货 重新改造的 对吧 对 并不是在垃圾堆里面 捡来的衣服 不是垃圾堆里面 行行行 那这事儿没什么 这不就是不干家务了吗 人家开始一心一意 最新于创作和设计了吗 对吧 还有啥让您抱怨呢 我这人喜欢静一点 就是平常下班回来 喜欢做的饭收拾物 然后有时间呢 养养鱼 看个新闻 听听音乐之类的 他呢就是好动 三天五天就得出去 跟他逛街的 一逛逛好几个小时 不是以前家里有孩子 都不这样吗 孩子有孩子 个家都不这样 就是孩子走以后 哎呀 就什么事都不要着我 孩子在家的时候 第一的话 咱们把所有的精力 都得放到孩子身上 第二的话 那时候咱们还没做 这个服装这个行业 你就是作为 一个服装生意来讲 你就是偶尔的到季节了 到欢季的时候 是不是得看看品呢 看看别人家 都上什么货了 你这都是 都得跟上这个形式的 那你说呢 我要想出去转转 出去溜达溜达 我不找你 我找谁 听懂了 就是既是我们夫妻之间 沟通的方式 同时又是我买卖上的需求 一举两得 你个老头还不赔我 是这意思吧 对吧 体谅体谅嘛 孩子走了嘛 总得有一个人嘛 这人不就得是您嘛 老伴老伴嘛 但是我也觉得很累 对 累累累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还有什么事让您累 每个月就给我那点生活费 我天天上班工作 这点花销肯定都有 您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生活费还不够 那你的面子得值多少钱呢 包括车加油 水费 电费 还有我抽烟的钱 不是 家里的水电费也算 零花钱 都算我的 都算我的 你说这一千块钱够吗 咋不够你 我都算好了的 一点都不太差的 你算的只是咱们家里的一些正常开销 但是我个外头肯定有社交啊 同志之间 同学之间肯定有来往 那你要有应酬怎么办啊 实在是我还得管得要呗 现在就达到对面 我们同学现在几乎都不找我 懂了 就是挺孤独的 对对对 你那个应酬都算什么 应酬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如果说这真正有什么好朋友的话 咱们可以说可以聊 我就不赞成你外边那些酒肉的朋友 就什么样的朋友 非得用喝酒的方式 用厨具吃饭 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呢 我不理解 我认为是无用的朋友 就没必要就是花这份钱 外头是同志之间咱都不说了 咱说家里人 家里也是 我还有个妹妹 生活条件不怎么好 我就想多帮助帮助她 没问题啊 做哥哥的呀 做这些事应该做的 回来跟她商量 比如说想给妹妹换个电视 回来一跟她说 她就特别反感 不同意 你咋能单独就说换换电视的事呢 我这个当嫂子 我做的还不够吗 我做的还不够吗 让那个 您说您还做了什么了 你评论 真的真把我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真的很生气 对对对 不生气 说事就行 你就说咱家老妹吧 是不是啊 就这些年 你说房子拆迁的时候 回迁的时候 从里到外 从装修 是不是都是我帮着张了的 你又是地板 又是墙面啥的 所有订的那些 订的那些东西 我要不要过一分一文 我问问你 没有 而且的话 今年过年回来 你跟我商量 说的老妹说家 要换那什么 换就是墙上整的那玩意 那叫投影 是什么玩意 咱家还看着电视呢 他有条件 他自己换 他没条件 咱们换啥呀 我不是说的 说的说的 你当哥的 说的护着妹妹 不可以 你知不知道 救急 救不了穷 你知不知道 两口子 你说比咱俩岁数都小 你说也不好好 找个工作干 一年得找半年工作 你说这玩意 咱们帮一时 帮不了一世 那谁家都只家过日子 你是当哥哥的 是咱家爹妈没有了 但是你也不是他儿女 你也不是他父母的 你说一个当哥哥的 你笑着你有父母 也轮不到你 人家当然委屈了 人家也花了钱了 人家让你用了钱了 人家没说不帮忙 人家说帮忙可以 但是不能供养 是不是 对 我就是那意思 把这个区别开来 行 我跟你说主持人 我跟你说出句信的话 今天既然来到这块了 现在你有这么多的怨言 我就把话打开了 我就告诉你 我是怎么想的 好的 您说 我从小我跟你说 咱家跟你过那苦日子 咱家那小房子 那时候开始 是不是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就想有一个 我自己的空间 我不想跟公公婆婆在一起 我就努力奋斗 咱俩那时候工资还少 起早餐还得攒了 那么点钱 你说这 然后我就投了一个楼 慢慢地 就是这几年算是棒 孩子也上大学了 咱俩也算是 轻手轻脚的 是不是啊 房贷也还完了 过点好日子 我哪一点 我没为你着想 你说我这脑子里面 没有你吗 你说你说歇狠车 是不是啊 车是不是也给你买了 你是这车 是给我买的吗 你都按你的医院去买的吗 说是给我买的 买的车 不是我喜欢的那行 而且买一个红车 你说我怎么开 是不是这个车到家 一直都是给你开 那不是给你买的 那怎么的呢 是 现在是我开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一路吃 而且现在倒车都不会 你说这车怎么开 就对我开 我不会练嘛 这根本就不是借口 我不会练嘛 它根本一丁点 就这个消费理念 和家里边就怎么开支 怎么个方法 我跟你说 它根本 它没有我的思想 和我的那些想法 都就不理解我 您是创新的 您是进取型的 它是保守型的 是这意思吗 这买完车以后 这还要买个车库 这一步一步的 从房子 车到车部 哎呦 这压力太大了 不是 这压力大 什么 钱从哪来啊 我们家钱都是差奖过嘛 我就适合出外的打工挣钱 那您现在等于在打工吗 对 就是为了老婆的目标而奋斗是吧 是 奋斗 但是我现在感觉特别累了 就是已经辛苦半辈子了 她的目标一直一直在远大 嗯 哎 我就感觉到现在 已经是快60岁了嘛 嗯 我感觉是现在应该歇一歇 不要那么太奋斗了 因为过过咱们当下的 咱们有这个现有的条件 是不是 应该过过咱们的舒适生活 出去玩玩呗 对呗 你看看眼睛主持人都说出去玩玩呗 这不都是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吗 到他家口上了 你看看眼睛没等我说你 眼睛主持人就知道了 就是我现在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为咱们俩以后在养老在铺路 不想给孩子找负担 就是这个车库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家就楼坐在底下 所有的车库全都装的特别特别漂亮 然后我就想就是因为我父母 现在年岁大了 腿脚不好就是走楼费劲 我家也是楼梯房 然后我就想到 我说得如果等到我俩有一天 就是到老了的时候 真的要是上不动楼了 是不是啊 你能买一个你能买个一楼吗 你有条件买个一楼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看那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咱们没有那个条件 但是我也买一个车库 像别人家一样 给它装成一个小异局室 等到咱俩老了 真要是说走不动的时候 是不是最起码 咱们不给孩子找罗兰 咱们能有一个出出金金的一个屋 对不对 我不是那么想的吗 您主持人才刚才说了 说的你看看老年人美好的未来呀 全都是上这儿溜达溜达 上这儿走走 我没说我只是说 你们可以去旅行啊 什么的 对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的就是车库完了的目标 我也跟他商量了 在现有的条件下 咱俩能旅行吗 咱们还得是赚钱 你准备买车库 在买车库之后 才能赚钱再出去旅游 就是这几年几年以后 一直在我在压力当中生活 我就是一直在 我现在听明白 就是您现在觉得压力很大 对 因为妻子给未来规划了很多 对 离我刚才说那旅行那个 可能还得好多年之后呢 对对 那你说现在我俩 就是这个身体状况 我认为就是可能是 也不是说可能是心态年轻 我认为还年轻 因为现在咱们俩 根本现在还没到 就是躺平 需要养老的时候 就是在有限的 就是能力之内 如果要是能奋斗几年 那为什么非得就是 先想着养老呢 不不人家没说养老 就是我想放松一下 现在行不行 那要是放松一下的话 什么时候能出去旅行吧 这么问您 出去旅行 那要是如果不被这个车库的话 会很 年头会很近 但是我 但是我想买车 还想买车 现在我明白什么意思了 闺女也养出来了 其实如果没有 那么大的欲望的话 家里的条件应该还算可以 就觉得没必要 再那么很拼了 对 老婆现在给的这些激励目标 有点完不成 跟不上 觉得太累了 对 有点想造反的意思 那都不是 你是想造反 还是想撂挑子吧 想撂挑子 那可不能撂挑子 宁可让你造了 反也不能让你撂挑子 听明白了吗大姐 听明白了 太累了 你能不能让我松口气 你能不能不要管我管那么严 哪怕零花钱多给点也行是吧 取法于上得乎于衷嘛 这行吗 估计也不行是吧 您那个主意挣得很 最后问一个问题 您觉得这几十年结婚 家里他管得怎么样 正确吗 正确 我感觉 他的一些刚开始的一些计划方案呢 我都挺支持的 都是对的是吧 对对 为什么现在要造反 既然都是对的 我就感觉说现在已经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有点 想抗平 对 力不从心 大姐说那怎么可能呢 是吧 是吧大姐 我还想 我还想的东西 就是我想的东西都特别美好 是是是 我想的东西都是说的 真正到养老的时候 一定比别的老人 咱们要幸福 让别人羡慕 因为咱们没到躺去的时候 行 听明白了 就是一个想躺平了 一个说老公在坚持几年 未来躺的姿态会特别的优雅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伯红兄 兄弟 我们是同龄人 确实 我们这个年纪 孩子成家立业了 女儿出嫁了 我们人生最大的任务完成了 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应该为自己活了 为自己活 我想有多种活法 可以有一些小目标 但要量力而行 尤其是这些小目标 是应该老伴两个 共同双量的结果 您在宏伟的目标 如果他不支持不支撑 你们两个人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多 老年生活幸福不了 老年夫妻最重要的是 并不是谁征服谁 而是谁迁就谁 您丈夫当然应该迁就你一点 但您也要顾及他的感受 所以我认为目标可以小一点 生活应该再增加一点快乐 尤其到了这个年龄 苦过来了 好不好 谢谢伯红兄 门老师 我觉得现在就是叔叔阿姨 好像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 共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目标 然后感觉接下来的话就是 这个阿姨要一直给这个叔叔 不停地设置新的目标 否则好像生活就没有了 以前那种稳定的节奏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已经退休的年纪 我是觉得他已经奋斗了一生了 然后他为这个家庭 然后为他的事业已经奋斗了这么久 其实他是有权利去选择 他退休之后过什么样的生活的 因为这是一个人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体验 你不能不得他的人生体验的权利 您也是一样 他喜欢那个缝缝补补 喜欢设计 你就让他设计呗 那是他的爱好 还有一个就像您想去社交一样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退休了之后 能让你开心 能让你快乐 能让你深信愉悦的社交 我觉得就不是无效社交 这个钱的事 我觉得阿姨您是可以 多给叔叔一点零用钱 我如果能帮他争取一下 之前是给他800块钱 我都他妈以后 又少了 我都多给他200了 你看就是他今天诉求很简单 他其实很乖也很听话 他很听您话的 很喜欢你很爱你 你就看了他一份 这么真诚的份上 咱们商量商量 再涨200 你看行不 行 搞定 完美 谢谢 谢文老师 给大哥争取钱了 您先动清楚 是生活费1200 还是零花钱1200 它是生活费 那就再加200的零用钱 可以吗 就1400 还要加 那好吧 可以吗 可以啊 那可以吗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商量 来 谢谢文老师 给我们涨了400块钱工资 来 许总 涨400 他肯定不满意 因为老公现在是觉得呀 老婆变了 女儿一走之后 那个贤妻不在了 大姐 你过去这么多年 为谁 为孩子 对 现在女儿终于出嫁了 你终于可以开始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对 你终于可以让自己的情绪自由了 对 因此呢 你开始那步子卖大了 可是老公啊 不适应了 这是你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差异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自己的自由 让自己在生命当中 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的确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 都是为他人 现在终于可以想自己了 但是 当我们过度想自己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我们过于自私了 不太在意他的感受了 过去那么多年 他没有那么足够的在意你的感受 现在你是 报复性的释放自己的感受 你忽略了他 压抑很久 需要释放 但是我们要循序渐进 我们知道问题在哪 去和他去沟通 去交流 你管他的钱没用 如果他真的摆烂了 你又能怎样 你是不是过得会更不好 好好沟通一下吧 我们是需要自由 但是我们的自由不能建立在 别人的不开心的基础上 那我们就是什么 自私了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杨老师 现在你们都不知道 核心的错误了 你们的婚姻的核心的矛盾是什么 其实你看似今天说 女儿出嫁了 然后我们现在生活出现了问题 不对 在整个婚姻过程中 先生说得直白一点 你是这个婚姻的附属品 你从来就没有在这位女士的 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你的身份是孩子的父亲 所以当女儿出嫁了 那孩子的父亲的角色弱化了呀 那作为丈夫的角色 这个女士其实是 不知该何去何从的 你没有习惯和她并肩作战 你没有习惯你的婚姻生活当中 有一个强耳力的支撑 来和你共同前进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 发现了问题 这个又是你们解决问题 最好的时机 辛苦了半生 终于有时间 家里就俩人了 对吧 每天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你们可以好好去 享受一下彼此的时光 这是说好听啊 说难听 可以好好审视一下 对方是不是自己 最适合的终身伴侣 这是你们应该停下脚步 去思考的时候的 我觉得其实不要太担心 你们等于重新再谈一次恋爱 重新再磨合一次 生活的篇章开始了下一个征程 好好的面对吧 希望你们能够共摆头 能够彼此支撑 成为生活最好的伴侣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哎呀 我说两句不该说的行吗 那我就说了啊 人生最恐怖的 其实是贪婪 那么强势一个女人 怎么突然之间 闺女走了之后 变化就那么大呢 为啥呀 贪心又作祟了 又有了新的规划了 累不累 累不累 多累啊 这一辈子我都替您累的哈 我真是替您累的哈 按严老师那说法更可怕了 你们婚姻出了问题了 再心大点得换老公 我不能换 对那当然不能换了 换了还得了了您乐了 这点基本的是有 这是个宝 大姐心里清楚 这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她心里清楚 这边没什么问题 听来听去 我就玩命的鸡蛋里头挑骨头 我没挑出来啥 一辈子终于婚姻 我一听 这家里面还劳作 啥活都干 什么都听老婆的 老婆说了 我这么多年 就是觉得她听话呀 对吧 一辈子没反抗过 让干啥干啥 勤勤恳恳 好像也没啥能说到她的 您还对她有什么要求吗 咱把车库这件事刨掉 您对她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对她没有什么要求 不是我想来 是她要来的 对我就说呀 那您对人家 还有什么要求吗 她挺好的 她挺好的就是吗 对吧 那可不就是吗 人家今天为什么要求你 是因为你现在提出的要求 她达不到啊 所以她要求你啊 你好好想想 一会儿 到底给人多少钱 对吧 文老师说那数合不合适啊 不说一千二吗 刚才可说的是一千四啊 而且不是生活费 是零花钱哦 对啊 对 其实我是在给您台阶下 我给您支这招 我其实是在帮您呢 我不是帮他呢 想清楚了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你的付出我也理解 厉害啊 一个条件都没答应 三具工具给打发了 哎呀太厉害了 那接受了是吧 回吧回吧 谢谢谢谢 请回请回请回 请回大姐 这真厉害 要不然人家这个家 能驾驭成那样的 是吧 真厉害啊 大姐确实是高手 一句话都没说 对 但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啊 不是 这就拿下 拿下了呀 双初肯定啊 是的 是的 怎么干不出来 闻老师有没有学到 作为一个女性 有没有学到 真的 有学到有学到 被震惊了吧 真的震惊了 我刚刚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样子 对吧 人什么都没答应 就是啊 连那个一千四都没了 啥都没了 就抹掉了 哎呀太厉害了 许总 双初是肯定的 我希望大姐啊 就是咱就别退而不休了 休息休息 多把重点呢 关注在老公身上 哎 这都会特别好 退不下去了 我倒希望先生 这个今天录完节目之后 稍微有点主张 你硬气一点 你老婆也是很在意你的 你得竖起男人的风范 对吧 干要钱就得给钱 对 不给钱 我拿我的身份证 去银行挂私我的卡 拿我的卡去取钱 你不能教坏啊 你不能教坏男人 上次你教别人的 我学的 你不能教坏男人 双初 双初是吧 来看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嘿 快去快去快去 哎呀真厉害呀 我还得问一下啊 给多少钱零花钱啊 回家说是吧 回家说回家说 我们这 多厉害 这才叫高手 来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大哥这一辈子 就愿意 在大姐的手底下打工 累死 就说哎呀 将来老板稍微加点工资吧 老板说 对不起 公司是我们的 我们共同奋斗啊 大哥说好吧 一看看 能讲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